像这个地方 第一个标题一 它是在一页的一刚开始的地方 那第二个标题一呢 点一下 我们来去看一下 它好像不是从一个新的页开始 而是接续着第一个标题一的最后面的部分 所以如果我们今天希望 一次把所有的标题一段落呢 都要定义为从新的一页开始 要怎么做到这一件事情呢 用滑鼠右键点选标题一 然后接下来点选修改 针对这个标题一 我们要去勾选自动更新 接下来是针对于它的段落 要从新的一页开始 关于段落的设定这边没有了嘛 所以我们去找格式 点选格式之后呢 这边有很多设定 例如说跟段落相关的格式设定 那因为我会希望说它从新的一页开始 所以它是跟分行与分页设定这个标签有关 然后去找到段落前分页 段落前分页 然后点选确定 确定 那我们现在去看哦 第一个标题一这倒没有问题 它一定是从新的一页开始 第二个标题一 它也是从新的一页开始哦 你看上面这边尽管空这么多 它会从新的一页开始 第三个标题一也是从新的一页开始 那我们来看最后一个标题一 那我们来看最后一个标题一也是从新的一页开始 所以要再一次的去强调一件事情 要做统一样式 一定要记得我们是在常用样式里面的标题 针对这些标题进行修改 在word的文件里面呢 我想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 我们要定义好编号 例如说标题一这个编号 然后接下来呢 针对这个段落定义为标题二 这两个段落为标题二 然后接下来针对这些段落哦 赋予给它编号 那编号的话 我们可以看这边有一个预设的编号 像这两个编号呢 这两个编号 它是不是应该要再做一个动作 这样一接 用TAP键就可以快速完成 所以在这边就会出现 例如说阶层一的一 然后这个编号呢 这是阶层二嘛 它会把前面的阶层一 呈现在这边 也就是说 这个一方如果是中文大写的一 这边也会变中文的大写一 好 我们把剩下都做完 例如说点一下TAP键 好 那我现在就要刻意的去 把前面这个变成 大写的中文字一 而且我希望说这地方还是呈现1.1.2 这样怎么做呢 这个就必须要使用到一个法律样式编号了 好 我们来看看怎么制作呢 首先啊 我们先全选 然后接下来针对这种多层次清单 我们来去重新定义一个新的多层次清单 举例来说 这个多层次清单呢 我会希望说在第一阶 点选到第一阶 我出现的一个样式啊 是大写的中文123 接下来第二阶呢 我希望它出现的是阿拉伯数字的1 配合自己本身的1 所以在这个地方哦 要勾选更多里面的法律样式编号打勾 它这边就会变成阿拉伯数字的1.1 再接下来点选第三阶 第三阶这边相对的 是不是也是要打勾法律样式编号 然后点选确定 您看在这个地方 我们是不是就把它设定好了 变成1长文件制作 1.1标题 这就是法律样式编号的一个重点 如果我现在是在完全 很单纯的一个环境下 又怎么制作呢 我先把所有段落全选之后定义为内文 然后针对 像例如说在这个地方 标题2的次数绝对会比较多 所以我就先点标题2 像这个段落呢 它是标题1 所以我就点标题1 这个段落PDF编辑也是标题1 然后接下来针对这些所有的段落 我先定义 定义什么呢 定义好一个新的阶层样式 标题1 它是用大写的中文1 其他都是用阿拉伯数字呈现标题 点选好之后 记得要把标题2 标题2 用TAP键降一阶 然后赋予给它正确的一个编号 这两个标题2 一样点选TAP键 这样我们就完成了一个 在中文中文里面会看到的一种特殊的形式 标题1是用中文的大写 然后标题2以后 全部都是改为用阿拉伯数字的一个呈现方式 以上就是法律样式编号的说明 再次请不吝点赞 订阅